在后疫情时代航空公司也要拼图围 这一次他们为了拼生存 把这个飞机餐做成了冷冻调理包 跟这个通路来合作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华善空厨跟佳乐福就推出了六款 六款这样的一个调理包 有什么样的口味呢 有南洋风味的咖喱跟红酒炖牛肉饭 长容空厨也不落人厚 他们把商务仓才吃得到的牛肉面 搬到了全家来开卖 明的餐点到了 空姐推着餐车端出机上餐点 只是一瞧 这里不是飞机上而是大卖场 我右手边这些全部都是飞机的商务舱 或头等舱才吃得到的料理 而现在摇身一变 全部都变成冷冻的调理包 空厨和量饭店强强联手 要让民众可以把飞机餐带回家 去骨鸡腿肉搭配新鲜蔬菜炖煮 南洋风绿咖喱红咖喱 还有汤头熬煮24小时的红烧牛肉面 另外还有红酒炖牛肉 印度咖喱和奶油洋葱汤 中式西式统统有 有吃过飞机餐 但是有点像是一个回忆的感觉 那如果变成调理包可以在家里吃到的话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第一个阶段是从华山空中的奶油开始 然后已经在店面贩售了 那第二阶段是有关冷冻食品 所以我们开发一系列这些异国料理 经过三个月研发 一口气就推出六款飞机餐调理包 下一个阶段还会开发年菜和甜点 以前我们平均每日最高呢 可以生产五万份的这个航空餐 可是我们到最产的时候呢 一天呢其实不到五百分 在每个月大概可以溢注我们的营收 大概是新台币三百万元 面条倒入红烧汤头撒上酸菜葱花 另外还有清炖口味可以选择 另一家空厨则是把商务仓的牛肉面 变成调理包 还跟超商合作打出饥饿行销 限量一万份 后疫情时代空厨战场 也从空中转到地面 要带动业绩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山科黄明台北报导 李某山科黄明台北报导